哎 我想问问 师娘最受不了您接手花茄事业之后 什么地方 家里有买卖的时候啊 最受不了我是吗 就是卖不顾了 全扔了 全扔了 来天津这个 所有这个提借的 全国的花茄爱好者 上咱家来了 咱得应付啊 陪同啊 哦 您得招待 对 你必须得找 您不招待拿行的 不对 那我问问 这招待得有花销啊 所以嘛 这钱谁讨 这个钱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 哎呦 那我多问一句啊 像豹帅他们这样的徒弟 帮您分担一点应该 让徒弟们掏钱呢 从来没有让他们分担过一分钱 为什么呢 一分钱他们不让他们分担 您别说话了 您把话筒交给豹帅 我问问 学花茄这么多年 花了多少钱 一分钱没花 从我十二岁跟老教练训练 bank 那么吃着地瓜 谢谢 络子 在我们舞台上 飞移的传承人来了不少 过去都是一个人 这次我头一次碰到一个团队 我的感受是 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就是它里面有文化两个字 你看在这过程里面 不光是竞技 表面看来是竞技 但实际上背后的是 教孩子们 教这徒弟们做人的道理 这里面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感 感觉有责任 师父有责任感 他那个小孩说 到了家里面 跟自己家庭一样 跟到自己家一样 使得知道感恩 从师父身上 你就是以身作则 给徒弟们树立很好的榜样 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他所包含的人文精神 吴老师 我有个提议 咱们先让几位队员 先到台下休息一下 因为我把他们请下去 把这舞台腾出来 我要干一件事 咱们先请五位队员 到台下休息 好 感谢五位 谢谢 谢谢抱帅 谢谢文杨 八天 ok bah 不是 commenta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